危机解密曝光美国机密外交电文的风波持续 周五正在巴林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机密外泄引发的情报共享争议做出回应 重申情报共享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情报 同时他还指出是美军的一名23岁的士兵窃取了机密情报 希拉里当天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证实 23岁美军士兵曼宁是此次泄密事件的元凶 他已经被当局起诉 希拉里说曼宁在驻伊拉克美军的情报部门服役期间 有机会看到机密资料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 他指出国防部的网络明显没有得到妥善管理 透露已经切断了与这个网络的连接 并强调美国目前正在研究对策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另外对于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 有法律专家认为美国当局可能正在研究以反间谍法案起诉阿桑奇 此外也有可能指控他窃取政府财产 粉红卫视综合报道